英國全面開放了英格蘭校園 這也是解封計畫的第一階段措施 但英國首相強生就提醒了 就是剛開始而已 還不可以鬆懈防疫 至於在意大利 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 是突破了十萬大關 官方是核轉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可以接種阿斯特吉利康疫苗 讓美國疾管中心 是更新的防疫指南 民眾在施打完疫苗之後 參與小型聚會 可以不用戴口罩 在倫敦街道跟公園 以及公共場所 可見人們外出運動散步 朋友間也坐上來 一起喝杯咖啡 輕鬆閒聊 在封鎖兩個多月後 英國8號啟動解除 封鎖四階段計畫的第一階段 包含英格蘭地區的學校 重新開放 社交限制放寬 英國首相強生提醒 防疫仍不能鬆懈 目前規劃第二階段解封 預計四月十二上路 商店 理法院 健身房與 戶外餐廳重新營業 第三階段五月十七啟動 再擴大群聚容量 第四階段六月二十一起解除 社交距離以及接觸的限制 意大利八號宣布建議六十五歲以上年長者可施打阿斯特捷利康疫苗會有這樣的決定被任何人提供規劃的規劃 認為跟染疫死亡來到十萬例有關 在此之前外界對該款疫苗有安全疑慮 不過隨著正面科學證據持續出現 法國這個月初宣布開放六十五歲以上年長者施打 接著德國也跟進 美國疾管中心八號更新防疫指南 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可在室內與一小群施打過疫苗者 群聚時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應該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並持續在公共場所遮住口鼻 而他們與來自另外一個未接種過疫苗但低風險的家庭聚會時亦可不用戴口罩 公視新聞 黃韻玲編編譯